小吴说5月18号 他经过宁波慈禧关海卫南央路时 这家八轮造型护肤的店员发给他一张卡 卡上写着分店开业39元 店员告诉他拿着这张卡 可以在店里免费体验三次高级设计师的洗剪吹服务 当时是直接剪也是免费的 然后他们店长就一直给我推销啊 这种烫然啊 我说没事我就这样子剪一下就好了 他一直在推一直在推这样子 这一波你就没有听他的 没听他的对 解完以后洗头发嘛冲洗 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就跟我提 就是说我们店里免卡的话 他还有一个面部体验 还有一个肩颈SPA 只需要20块钱手工费嘛 卡片背面的第一条写着 体验面部加肩颈SPA各一次 需加手工费20元 小吴说他同意之后 女店员带他去了二楼 稍微按了一下肩颈 对方就表示当天有其他事情 让他第二天再过来免费体验 过去按了之后呢 他反正就套关系嘛 就是说他单身啊 怎么怎么样这样子 然后他们机理随后又过来 帮这个女孩子办一下这个卡 帮他完成今天的任务 1520元 然后就马上也过520了嘛 他就说让我和他一起出去玩 这样子 那女的也是说 你就帮帮忙嘛 反正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然后呢就是说也可以陪你 过520啊怎样子啊 然后我当时呢也是交个朋友 也自己也单身 然后呢他说他也单身 怎么怎么样呢 两个人在一起聊聊聊 这样子 小吴说最后在八轮造型护肤 充了1520元 参加了对方提到的520活动 然后当我在这边等的时候呢 他说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又有好几个客人预约了 他说要给他按摩 又说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是这样子 他们当时进去也说 你帮他弄了 这不就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去过520了吗 不是 那等到520那天呢 也没有任何的信息 小吴拿出聊天记录 5月19号晚上 他跟店员小刘聊天时 提出一起过520 小刘问他有没有礼物 他说我女朋友必须有 小刘回复 别买花浪费钱 小吴问 对方这样是不是就算答应了 对方回复 看你表现 我考虑考虑 追我那个顾客三个月了 对方还给小吴发了一张聊天截图 证明有人在追求他 说他下班以后啊 要去跟他同事啊 闺蜜啊 去吃饭怎么样 这样子的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这时候我感觉就是说 先不说钱不钱的问题 我有点感觉他有点欺骗的意思 而且诱导消费者消费嘛 小吴觉得店家就是为了让他冲钱 才故意往储对象的方向引导 他提出退款 但店家不同意 担心这会儿我们店里面 这个不会收到这个问题的 是不是你云一冲就冲 又没谁 叫你抢买抢卖的 人家现在不喜欢这张东西啊 是不是 你现在拿这个赛说话 不信是问题啊 谈恋你轻微的东西是不是 那你带目的性来消费的 半个小时后 当事人小刘忙完了 记者把小吴说的话转达给了他 让他帮你完成任务 大家有这个机会相处一下 有这个情况吗 那天 对啊 很正常的呀 是吧 正常 那忙就带生啊 那然后呢 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我当时是说 今天不是正好520活动吗 你要不就办个卡啊 然后呢 下班时候我们俩要去吃个饭干嘛的 然后呢 我这边是顾客还忙嘛 然后有顾客要过来约我的 是我的老 就是老客人 那我这边也不方便什么出去干嘛的 我就说他 给他晚一点 我是这么说的 然后晚一点了 然后我俩就没有联系了 他也不找我了 那我怎么和他小朋友对不对 年轻人太过了呀 吃个饭吃个美食谈来 这现实吗 或者你也不现实啊 小吴说 之前拨打了12315进行了投诉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帮他进行了协调 八轮造型护肤的法人代表 在调解时表示 冲进去的1520块钱 只能退一半 那老板说 这个是520活动 然后又 相当于我当时又做了一个体验的 一个体验的要398 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还要付什么违约金 小吴不认可对方的说法 认为体验的项目 是用了店员送他的39元体验卡 这张卡并没有要求 额外充钱才能使用 另外对于违约金的问题 店家让他充钱的时候并没有告知 互相之间也没有签过协议 八轮造型护肤店的孙经理表示 这件事情是他们的老板在协调的 原价是3980的这个 当时是秒杀的一个活动 特价的这个反正一千多块钱 就是也不退 这个是不能退的秒杀的 因为套盒和刘成这个身体的这个东西 已经给你打开了 打开了 当着顾客的面打开了吗 已经我们给他打开了 他当着人面打开了吗 我不知道 到时候人家也是花钱的 也不爽 那我们吃点亏 大家都吃点亏 对不对 那就退了一半 那套盒现在在吗 我们一切无怀人没有套盒 没有套盒 你确实有没有套盒 到底他套盒有没有产 我不知道 他这个说话咱得一致 不能说一边各是一词 那当时你给他推荐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他套盒的事情 套盒 不是本来我们三千 套盒 有没有告诉他 那个小套盒秒是秒杀520 对对对 520当年是1520嘛 当时他是付了1520的 那有没有告诉他这个套盒 有的呀 拿出来给他拆了吗 我说真不知道 这是开过了吗 开过了呀 一星人 没用过吗 他还开了 他当时用住的时候 是用我们其他建有个住的嘛 然后开始疗程是用这个住吗 他当时住了 他当时住的那天还没给他算在里面 你下次要用吗 你下次再拆了 你把事情误导了好啊 不是这是一个道理 这是一个疑问 正常的提问 小吴表示没有见过价目表 店家也没有告诉过他套盒的价格 现在是你在问他给问的 他代替我问 套盒没有价目表 也说不清楚 没使用为何要拆 你是不是那天住了个肩 是不是住了个腰 是不是洗了个脸 对啊 那他是一次嘛 摔光我想请问 那你们住了 紧烟面部加肩颈 你死吧各一次啊 监紧张脸啊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各一次啊 各一次啊 面部监紧各一次 这两次的二选一啊 二选一 二选一你们下面要写清楚啊 那各一次啊兄弟 然后是二选一吗 我跟着讲 这个解释权是我们本来的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条款 最终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这句话 本身就没有法律效力 并且属于霸王条款 下个小妹妹谈恋爱 是明白的 我小妹不理你的 你就这样来的 这是你的出发的不损 你不用扯到这上面去 本来就这个理 你不用扯到这上面去 小巫不想再跟对方聊下去了 记者陪她把问题 反映给了慈禧市市场监管局 关海卫分局 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的问题主要涉及到 预付式消费退款 明码标价等几个方面 他们会依法进行调查 小巫不消费 请不吝点赞 几个方面 进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